湛西省一处两千多年前的晋国家族墓地 规模最大 陪葬器物最多的 竟然是一座女性墓葬 棺木被打开后 却又惊奇地发现 墓主人英年早逝 并且已经身怀六甲 那么 墓主人是谁 他的死因又是否能揭开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纪录片 揭开香坟晋墓的秘密 2016年 山西省香坟陶寺北晋国墓地 先后开始发掘 在一号墓的上面 盖了一层基石 基石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一是为了防盗 同时也是等级的标志 在清理一号墓基石的同时 一号墓北边的另外两座墓葬 也在发掘中 现在 考古队员要对三号墓中的人骨 进行清理和提取 三号墓是此次发掘中最小的墓葬 墓深不足三米 考古队员将通过人骨的骨骼特征 来了解墓主人的生前情况 相比一号墓 二号墓的规模稍小 解开棺果化成的泥土后 就能看到墓主人的尸骨 遗憾的是 人骨已经全部朽掉 墓中的随葬品 主要集中在棺果之间 由于随葬的青铜器 气壁很薄 在压力的作用下 损毁严重 此时 考古队员都忧心忡忡 堆满基石的一号大墓 又会是怎样的 考古队长要时刻关注 考古的各个环节 田野考古要时刻提防 盗墓者的侵袭 考古工作不是一朝一夕 就可以完成的 而是由不断重复的 大量劳动积累 这些看似普通的破碎青铜器 随便一见 在国际市场上都价值不菲 对考古界来说 任何一个碎片 都有可能填补 中国历史上的某段空白 一大早 几个考古队员 来到位于工地西南 三千米处的 陶寺遗址古观象台 古人用它来知晓气节 指导农时 古观象台建于五千年前 冬至当天 从第二条石柱缝隙中 可以观测到出生的太阳 观象台一般都建在 国家的都城附近 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荒郊野地呢 陶寺遗址是专家们认定的 瑶都 曾是华夏民族经济文化的核心区域 能在这里迎建这样大规模家族墓地的人 到底是怎样的人呢 墓葬中又会发现什么京市珍宝 经过清理 一号墓终于可以发掘 整个墓葬规模宏大 考古人员猜测 墓主人可能是晋国大夫一级的贵族 经过两千多年的岁月侵蚀 官国已经被压塌 墓中器物在重力作用下已经变了形 此时 考古队员在一个顶中发现了瘦骨 可以想象在下葬时 这里堆满了真羞美味 随着不断发掘 终于在一号墓的角落里 发现了保存完整的青铜器 出土的器物不仅画文精美 而且铜质好 这在这片晋国贵族家族墓地中 十分少见 考古队员认为 墓主人在当时实力雄厚 地位显贵 除了出土的五件列顶外 还发现了彰显身份等级的边中 残留的器木器图案 就像是一把钥匙 让我们得以窥见 两千多年前 晋国贵族的多彩生活 在北方墓葬中 器木器很少可以保存下来 但是从此次发掘出的 器木器图案花文推断 下葬时的器木器 一定十分精美 发掘至此 墓中没有出现兵器 工具 考古队长推断 这是一座女性墓 但仍然让考古人员 感到震惊的是 一座女性墓 竟然会随葬这么多的器物 而且都是大件器物 在这片家族墓地 已经发掘出的 三千多座墓葬中 这是规模最大的一座 春秋时期 男性墓葬规格 以及随葬物数量等级 会高于她的夫人 如果一号墓的墓主人 真的是位女性 那么墓主人的丈夫 又葬在了哪里 一号大墓的器物发掘工作 接近尾声 她的器物保存情况 明显好于二号墓 清理工作继续进行 打开棺盖板 墓主人被美玉和层层划服包裹 两千多年过去了 虽然墓主人的尸骨 已经残缺不全 但尸骨的发现 还是让考古队员感到惊喜 这座墓葬深度十米左右 往年发掘的同等深度的墓葬人骨 一般都朽成粉状了 但让考古队员更诧异的是 在这具尸骨的腹部 发现了细碎的骨骼 2017年1月 考古工作者将尸骨进行装箱 运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猴马工作站 利用先进的体制人类学研究 试图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经过两千多年的岁月侵蚀 尸骨骨质已经脆弱不堪 套箱中不仅有泥土和尸骨 还有铺在尸骨下的基石 非常沉重 如果在起掉过程中稍有不慎 尸骨就会受到损害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晃动 考古队员选择了最近的一处空地 来进行开箱取样 揭开套箱盖后 为了保护尸骨不受日光的暴晒 以及风沙污染 于是开始搭建帐篷 接下来考古队员开始开箱作业 尸骨在套箱时 在其上面铺上了编织带和沙土 将编织带和沙土清理之后 可以看到牧主人的左手在腹部位置 而右手则是朝内部呈90度放置 人骨非同寻常的体态 让人感到疑惑 牧主人为何会以这样的姿势被安葬 吉林大学体制人类学的再度博士 韩涛 受邀来到猴马工作站 他首先要做的 就是对人骨的清理和形态观察 这位家族墓葬中最高礼遇的牧主人 到底多大年龄呢 经韩涛研究发现 牧主人年龄在30岁左右 倘若牧主人真的是一位女性 那么她年纪轻轻 又为何会享有家族中最大的牧葬规格和丰厚陪葬呢 而尸骨腹部的细小骨骼竟然是一个胎儿 这位被厚葬的年轻女子已经怀有身孕 分开的尸骨让考古队员联想到女性分娩时的情况 难道牧主人是难产而死 朱鸿是吉林大学体制人类学的开创者 同时也是人类骨骼考古学的领军学者 从骨骼的位置来看 他认为胎儿是即将入盆 但还没有入盆 所以牧主人不是难产而死 虽然尸骨大致保持了人骨形态 但骨质非常糟糕 专家想要提取一些样本来进行DNA检测 如果能够获得胎儿的DNA 或许也就可以对2000多年前的人骨进行亲子鉴定 如果胎儿是男孩 或许还可以得到晋国公族的基因密码 为了取得宝贵的人骨样本数据 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去污染 在早期的骨DNA采样中 如果去污染不够彻底 那么将会取得实验人员自己的DNA数据 为了去除外源DNA 专家将样本放到酸中 由于牧主人和泰尔的骨骼保存情况不太乐观 专家酌情将这个环节的时间做了调整 随后把人骨打磨成骨粉收集起来 专家表示 如果这对母子DNA保存完好 就可以进一步确认他们的眼睛以及头发的颜色等 如果能够获得他的牙齿的话 便可进一步判断他生前感染了哪些细菌或者是病毒 这对他的死亡就有了进一步的论证来源 随着一系列复杂操作后 最终得到了纯净的DNA溶液 漫长的等待后 我们将知晓DNA的提取结果 但提取出来的DNA还要进行测序和研究 这仍需要长时间的等待 或许我们可以想象 两千多年前 一位正值年轻的贵妇人身怀六甲 却意外死亡 悲痛欲绝的丈夫倾尽财力 用超高规格厚葬了她的夫人 以及不曾谋面的孩子 也将自己的一片痴情封印下来 陶四北墓地从两周之际延续到战国时期 伴随了晋国的兴盛和衰亡 在晋国史中 陶四北墓地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 有着什么样的历史地位 而当时的社会层级结构 婚姻状况 家族形态等 都是需要探讨的学术问题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